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的有这个购房者和这个投资客 然后我们来问说到底买什么样的房子 哪个区的房子增值会比较快 什么样的房子增值会比较快 就是最近常被问到的问题 什么样的房子我买了以后能让我赚的更多的利润 对对对 或者说我现在的我有很多的投资 那么趁着这个机会有的人想调整一下投资的比例 这个投资的这种比率 就是换一下条 哪些房子已经涨了涨幅很大了 可以考虑出货了 那么哪些出了货以后又在哪个地方再把它进进来 其实跟股票是一样的 房子其实也是一种投资嘛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方面我们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意见 那么我们首先还是从一个新闻来引入 那么我这条新闻呢 就是说这个火热的房市实际上是还是大家还是觉得非常好的 大家觉得非常的这个满意 那么根据这个BNZ的这个调查呢 这个大概有42%的他的受访者 他对这个现在的高房价是满意的 我相信这42%的人应该都是拥有一套或者多套的房子 对 那么这个呢在7月底 这个7月29号这个BNZ这个调查 他收到了763名受访者的回复 那么其中42%的受访者对目前的高房价感到满意 那么在6月份呢 这个数字呢是多少呢 是36% 就是36%会满意 那么5月份呢是35%这个满意度 这42%跟35%36比上涨了不少了 上涨了不少其实啊 那么而对这个高房价不满意的人数呢 下降到了24% 那么6月和5月份都是29% 那么对高房价不关心的人数 这就是租房子的爱高不高 反正买不起 这个不关心的人数比例呢到了34% 那么较6月份的35%和42%均有下降的趋势 那实际上这个意思我觉得在我的解读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人他在关心房价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呢 他也开始买到了自己的合适的房子 他买到了房子 他当然希望就涨了 对房子涨最高兴的就是手里持有房产的 对吧 那买进来就涨 我觉得只要是他想投资房产 都是希望买进来就涨 谁也不希望刚买进来就跌呀 对对对 其实在这种市场上 这个我一直跟我的客户好多说 就是说这个房价 买房子只有对的没有贵的 你贵也就贵那么一两万两三万块钱 对便宜 主要的是文哲很抓得住 只要你手上有房子 现在就不怕房市往上涨 对对对 这个月贵了 下面月就便宜了 如果是现在这个市场都是拍卖 我经常跟客人讲 你是买贵了 你比别人贵了一千块 因为你的就在你下面那个买家 就少出了一千块 你买到了 如果一定要说贵了 就是比别人多了一千块 我通常就是跟客人去参加拍卖的时候 也会说 就是说你要是想拍卖 你想买到你喜欢的房子 你就需要比别人出的多这么一点 要不然大家 比如说大家都觉得这个房子是五十万 你必须得准备到五十一万 你才能买到它 你要是也出五十万 那这个房子就是准备多一点的那个人的了 你不可能是说大家都一样的家 都能买得到 因为只有一套房子 所以必须比一块去竞争的人 稍微多出这么一些 但你能说就买贵了吗 你少出那点就买不到了 是不是 而且你反过来想 就是我们经常容易犯一个错误 是说我们买的房子 总是跟上个月的房价 或者是去年 或者是前年的比 但是它从来不会跟明年 就是下个月 或者再过十年 你反过来想 其实你这样想 我觉得什么房子 你都觉得如果买来自住 我一年两年 我不打算出手 其实高利点点都能接受 其实这个事分两方面说 那么第一个 我在想 就是说买房子 可能就应该贵一点 因为你贵 就对你来说 就是贵这一时 那么涨 就是你涨一世 如果你持有十年二十年 这以后十年二十年的上涨 是你来享受的 那么贵的这一时 是业主现在来享受的 对吧 那么第二点 就是说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 在这样的一种房式 你就是你现在觉得贵了 你下个月说不定 觉得就合适 就便宜了 年底就觉得赚到了 那就更是 更是觉得便宜 对 我记得原来我们在 在我们东区非常popular 一个区的Denimora 就是我们Ponville小学 一个学区 大概在两年前 那么一个业主 当初他花六十万 买了一个四房 全副地的四房 当初我们都觉得 这人疯了 太贵了 现在经常能到九十万 这个都同样区的价钱 或者一些新闻了 咱们就开始 我们三个一在这一说 就经常的这个跑题 那么 那么这条新闻接在说呢 就是说上周呢 工党宣布了 他们的这个竞争 就是在他们在野党嘛 宣布了他们的房产政策 那么他们的房产政策呢 是禁止外国人 购买纽西兰的房屋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几年前 工党他们的竞选宣言 是要有capital gate的这个税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五的capital gate的税 但是工党 因为那个 我相信他的竞选策略 不太成功 没有 就是不太好 就是没有上台 那么 那么现在呢 我觉得这个策略呢 实际上是得到了很多人的 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的 那么这个 就本地人一份前应的 对 上一次节目我们也说了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 他们会觉得 是支持这样的政策 实际上我从我个人 我也支持这样的政策 就是说 作为一个国家来说 他首先要保护他的永久的居民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这个国人 那么不能让外国人过来以后 把房价炒高 然后挣完一笔就走了 那么实际上 这在任何一个国家 其实都是一样 在中国也不允许 中国我们老是说 好多 这个 中国 包括日本以前的高房价 那么实际上 他是被欧美 等于把这个绑架了 对吧 欧美人在这工作了 工作了十年 然后他买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价涨了好几倍 然后他把房子一兑换成钱就回去了 那这个十年白吃白玩 对 我对这个 我有一点 个人有点不同意见 就是说 我觉得他这个政策 稍微有一些 哗众取宠 来拉选票的嫌疑 因为就是据 现在的数据显示 其实真正说是 没有PR 没有本地身份的外国人 来投资买房的人数 并没有很多 其实大部分人 看着是亚洲面孔 其实他还是长期在这边 居住的居民 这个政策出台 到底会有 就是说禁止外国人买房 或者限制外国人买房 到底真的对房价 有多少的贡献 就是控制房价上涨 能有多大的 能有多大的力量 我觉得 我不能说 有多大力量 我觉得是单说了 有多大力量是单说了 但是就是说 这个 他其实 意愿是好的 因为外国人 就是即使 比如说你中国人 或者印度人 他可能在纽西兰 也有那么两个穷心机 他可以用这 他可以用很多变相的方式 在这个观点上 其实我挺赞成小李的 那个看法的 因为我觉得 首先你很难界定 这个 不能说因为我长着一张 亚洲的面孔 我长着一个中国的面孔 你就说我是外国人 不能因为他长着一个 本地的面孔 你就说他不是外国人 对吧 也许他是美国国籍 或者是那个 澳大利亚的国籍 那么他只是针对我们华人 而且就说 澳大利亚这块 澳大利亚还排除其外 其实真正这批 我们有数据显示 真正的就是说 在新西兰购房的 最大的外国人是澳洲 澳洲人 对对对 所以这个 如果他真的出台 真的对房价有多少影响 这是未知的 其实现在真的是 包括我不知道你们了 反正跟我买房子的 大部分的买家 还都是说 有本地的身份 然后你要不然 就是说年轻小两口 刚上班 然后父母帮着付个首付 然后自己来供房贷的 要不然就是父母 父母年纪大了 随着孩子移民到这边了 然后全家人买个房子的 还是以本地居民居多了 我觉得真的是说 外国人 像中国人 我就在这边 我是投资 买几套房子 我就走了 那种还是少数 还是少数 这个我觉得 可能是买那种农场的 比较多吧 真的我们住宅会很少 对 而且就是说 他也很难界定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是上班的 我是工签 那我可能我的目的是 将来就在长期居留下去 那如果要是按照这个外国人来建议 他实际上是属于外国人的 难道他也不能在这买房吗 那我对这个 就是说这个政策 还是有一些质疑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不管我们是否支持 还是同意 现在的这种限购政策 但我个人觉得 这个政策并不是一个空穴来风 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 我们纽西兰是唯一的 就是不是唯一的 就是很少数的几个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允许外国人来购房 那么如果你是参加一个国外的 一个这个纽西兰的房展会 那么对对 他的宣传他就是 纽西兰没有印花税 没有增值税 没有遗产税 没有赠与税 然后这个 这个房移产投资回报 能到4%到6% 这个然后呢 持有的成本也很低 然后呢 还准许外国人购房 不受任何的限制 所以呢 你这么想一想 就是说其他国家 你看美国 澳大利亚 他不会有这样的这种宣传 是有点吸引人来炒房的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 所以这真是有可能的 这个其实 大家如果没有皮下 也可以赶快来买 大家都各有各的看法 反正对于这个 那个所以说呢 要是听众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有什么 自己的见解 也欢迎您跟我们沟通 然后呢 我们也愿意 跟您讨论这个事情 大家分享一下 也是挺好的 对对对 就像少诚说的 这个有可能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那真但这个政策一旦实行了 这时候你再想补救什么 可能也来不及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本身现在还没有身份 那其实上你还是挺幸福的 起码你现在可以买房 对对 像澳洲那边就是说 要是你是外国的购房者 只能买全新的房子 只能买全新的房子 而且要收增值税 而且要收增值税 大概是房价涨了一半 要收增值税 不知道新西兰 会不会借鉴他这个兄弟国家 新西兰什么东西 今天他说了这个话题 也跟就是一直 其实跟房价都有关系 今天其实也想跟 所有的观众朋友聊一聊 就说这个房价 我们会觉得就是 就是在投资 如果您是投资客 那投在哪些潜力的区域 或者什么样的类型 可能让你的投资回报率会更高 我们三万也各自有各自的 那个想法 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我们互相来交流一下 行啊 没问题 如果我觉得 如果要是比如说你是 如果是自住呢 那另当别人 自住就说 我一直我跟客人讲 就说如果你是买来自己住的 那没道理 你喜欢哪里买哪里 无论是东边 西边北边 还是中间 你喜欢哪就买哪 我插一句 而且我觉得自住的 你不要来考虑 有好多自住的有一个误区 说我买完了 我不想折腾了 我想要以后的20年都住着 然后我就问他 然后我就问他 你说我说 你看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我不了解你 但是你回想一下 你在过去的 我想现在问一下 这个观众 你回想一下 你在过去 你在自己生活 活了30年 40年 50年 有没有哪 6年到7年 是一直在一个房子里住的 很少有人有 也许有 6年到7年 就一直住的一套房子 或者说是 我一套房子 我住了超过6年到7年 其实很少 在国内可能多一些 但是在新西兰 国内小的时候都多一些 大了其实都不太多了 在新西兰 我们到了新西兰了 就更少 基本上第一次买房的朋友 会 就是基本上会觉得 这套房很有可能 他住一辈子 就在买的时候 都是这个想法 但一旦基本上买了以后 基本上用我们的经验 两年 三年 最多四年 几乎就随着 您家庭人口的改变 所以咱就不说 不说这个买来自住的 还是凯利 接着说 你觉得投资的话 对 你小孩 小孩刚刚才一两岁 就不要考虑高中的学区 还远了点 那我就先说说 对 说说我们中区和西区这边 那中区呢 大家都知道 他为什么就说 很多人愿意在中区投资 是因为他这个地理位置决定的 就这么一个小圈 出了这个圈 就不叫中区了 那中区 首先他房价不便宜 这是肯定的 我地理位置在这摆着呢 他不可能便宜 但是如果你是 比如喜欢中区这种 比如说 他的方便的地理位置 那中区有些区 他已经涨了 就是说真的 真的是挺贵的 如果超出你的预算太多 那可以往中区的 就周边的二线区 不一定非要 我们非要挤在说 Ramira Epson 这种区 已经真的是非负责贵了 那我们经济能力 不是特别宽裕的情况下 我非要硬挤进去 为了那个学区 那比如说 一个Unit 卖的八十万九十万 那他的居住质量 是没办法跟大house比的 那如果我自己的感受是 我宁可选择 就我再偏远一点 比如说像 像中区的二线区 比如像Malabra 或者是纽温森 或者是 Blohouse Bay 或者Waterville这边 对我差不多在那边 一个非常漂亮的房 也就是九十多万到一百万 最多一百万出点头 就非常非常漂亮的房子 那其实他交通也很方便 比如去最好的学校 开车的话 估计也就是 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这么一个车程 那我可能会选择 再买一个 我就是能承受的 一个房价 然后我住着 非常舒服的房子 那我可能会把我的孩子 送去最好的私立学校 那这个房价的差价 是完全可以来 让孩子读 全奥克兰 最好的学校的 那我可能会这么选 但每个人 每个人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自己个人呢 认为中区相对来说 现在是比较有潜力的去呢 那第一个区呢 就是沃特威尔这个区 大家可以在 车程度上看一下 沃特威尔这个区 几乎你找不到 什么房源在卖 这说明什么 大家都知道 都看好 说明所有的房主 都知道这个区的潜力 所以他都不舍得卖 那这个二 他的高速 小朋友方面又好多 对 因为他现在是 16号高速 那么现在再修的是 20号高速 20号16号连接起来以后呢 就到2017年就结束了嘛 所以这个区会 非常的好以后 那我自己个人会比较 倾向于这个区 你投资还是资助 对 那个区我以前在那住 对 非常方便 因为很好租 因为那块有学校啊 离city又很近 对 而且交通也很方便 而且靠近西区 靠近公园什么的 环境也都不错 对 那说完中区啊 那西区这块 那大家都知道 琉璃去年长得非常的好 其实琉璃 是我去年非常看好的一个区 但因为它今年的涨幅 特别的大了 所以我觉得你再入市区 琉璃可能相对来说 你的回报率就不会有那么高 那么跟琉璃一接之隔的 比如Calston这个区 我个人认为 它有非常大的潜力 为什么这么说 它实际上它跟琉璃 到市区的位置 是完全一样子 但它就跟琉璃隔一条街 它房价差了很多 那所以这个区 我相信它在下半年 或者明年的年初 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涨幅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 对 对 对 那当然Handerson 也是我开里 就从今年年初一直到 现在一直都很推的一个区 Handerson Tatau这两区 我都觉得非常有 有大的那个潜力 当然这纯属我的个人观点 如果您不认同 没关系啊 您就觉得 哪里有涨幅空间 您就蛮哪 但我自己是个人 比较看好这三个区 中区就Waterville这块 纽温斯这一片 那西区就是Kellston Handerson Tatau这一片 都会有涨幅的 对对对 那我说完我中区和西区 西区这边 少说你那边 东区你怎么 我东区呢 其实 我自己有一个观点 也是跟开里有点像 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说 我觉得好区的周边 它会变成好区 就是说它会更有潜力 你像我们好区来说 像东区比较最热的 这些像 McCleanse这些学区的房子 已经房价 已经真的是很高很高了 所以它周边的一学区 交通很方便 到市区比较近的 像比如说 我比较喜欢的 Pakuranga 最近房价非常的火 因为Pakuranga 就是地带的 600米米上的地 这样的话以后 有可能有加建 新的分割机会出来 可以分割 你买一个预期 那么从靠近南区一点 我个人比较喜欢Pakuranga 因为Pakuranga 离高速相当近 镇中心也很好 Pakuranga有些区 有些街道非常好的 像它有一个 那边有一个金三角 我们华人叫金三角 然后就是治安也都不错 那么那边的华人 印度人也得很多 交通非常方便 对好像Pakuranga 最近的房价 也有往上冒的 那么一个势头 非常快 有这个势头 而且很容易承受 那么待会我也会 介绍一个盘 我欣赏Pakuranga 有一个盘 我个人也很喜欢 那么小李 Pakuranga多 也是个中区呀 属于 什么时候变成中区 就是奥巴呼呼 是中区 好吧好吧 对对对 小李赶快也再说一说 你们北岸 我觉得北岸 其实我觉得 你要是买房子 想投资的话 看您的价位 60万 其实我挺看好的 这个价位区间的 是像Glinfield 包括Sunny Nook 像Glinfield 我觉得您要买的话 买全腹地的 我觉得胜值潜力 会比较的大 而且呢 560万的Sunny Nook 还能买到盘吗 我说Glinfield这边 560万买全腹地的 买得到 然后呢 我是觉得 这个胜值空间挺大的 因为呢 离Sunny Nook很近 离这个校区房很近 而且呢 像Glinfield的政府 投入了挺大的 一部分一笔资金 在Glinfield的 路的扩建呢 还有这个Glinfield 墨的继续开发上面 投了一笔资金 像大家可以看到 在熟悉北岸呢 经常路过的 可以看到 像Viral Road和Glinfield 那块交口处 现在已经路又拓宽了 弄得越来越漂亮了 证明呢 政府是有举措在里面的 我是自己比较看好 Glinfield这一块 那如果要是 像Sunny Nook 像这种在校区的 比如说Sunny Nook 马朗伊贝 肯定我觉得是有 很大升值潜力的 如果资金可以的话 这个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好区的特点就是说 房价真正跌的时候 它好区也不跌 因为很少有人卖 但是快点的区 它就会先跌 我觉得校区房就这么多 地就这么多 要不然就校区 要不然就大地 我觉得不会走错 如果你想 你要在北岸 投资的话 你说我资金再多一些 那我就建议您 往贝去走 比如说 去年我就比较看好 比如说Milford Murangi Bay 再往上 华人知道的少一些 比如说Caster Bay 和Campbells Bay 我都觉得是非常 非常好的选择 或者是再往上 就是Bronze Bay 这些Tor Bay 可能就稍微远一点 但你如果生活在北岸的话 我觉得这个 也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像资金 资金雄厚一些的 我觉得 背区 还是有很大很大潜力的 因为相比这个 五六十万 四五十万价位的房子 背区这些房子 涨的幅度去年 还是比较小的 到现在我觉得还有一定的 涨价的 涨幅的空间 因为毕竟是 环境也好 然后又漂亮 那个就是邻里啊 包括这个方便程度啊 都是都是很好的 我是觉得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小观点 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 有一些客人啊 资金不多 然后他又想买个投资房 那我就觉得 您不要太挑了 只要这个租金回报率 不错的房子 我觉得都可以下手 比如说像Unit 两房的 别看他是Unit 他也涨 也在涨 像两房的 现在到你卖的时候 像首次购房者 现在抢的不得了 因为这个三四十万 四十多万 买不到什么房子的时候 像这种 您投资租出去以后 租金基本上 能cover你的那个 mortgage的话 你有这个 你资金就在这 为什么不买一套 买两套 这种呢 我觉得也挺好的 其实有一个Unit 我有一个Unit 37万多 买了今年买48万多 是 是 Unit也在涨 而且又不带 暴力靠 不带什么的 而且我发现 就是Unit最火 你看我之前在节目 给大家推荐一个 牛温斯 一个小Unit 拍卖有九组人区 非常火爆 后来四十万中卖的 就一个两房 非常好的 我这边也是Unit 我这边也是Unit 第一段时间实在是差不多 今天要做中间 我得做主 我们简单 总结一下 实际上就是说 什么房子应该 其实都会涨 那么前提是 你要扛得住 这个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 看自己的价位 看自己的价位 我们今天需要再讲 我们第二节会 给大家介绍 我们最新的一些牌 我们一会再见 一会见 为您分享购房心得 TV33隆重推出 全新房产类节目 地产三人行 巴布南汤姆森 三位金牌地产经纪 特约主持 这是一个关于家的节目 最专业 最中肯的地产建议 我是来自中西区的 凯利章 最全面 最实用的地产信息 我是来自东区的商丛 最新鲜 最热大的地产新闻 我是北岸的小李 凯瑟 本栏目 由Concept Kitchen古堡橱柜 特约冠名播出 15年的古堡 不一样的厨房新概念 欢迎大家 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 周日下午4点到5点 锁定TV33 准时收看地产三人行 好 大家欢迎回来 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最新上市一些盘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请小李 小李今天带来很多很好的盘 我们赶快介绍一下 好的 那行 那我就由我来先介绍一下 我最新上市的北岸的新盘 一些热盘 第一个想跟大家说的呢 是上期介绍过一次 然后呢 它是要下周六就要拍卖了 那我在这再跟大家讲一次 因为这是一个特别漂亮的 一个全新的五房三位玉的房子 它是在Albany这个区 全砖瓦的结构 楼上呢是有两个大客厅 然后呢 现代的厨房 三个双人房 包括一个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房边呢 旁边呢 还有一个小的study room 楼下呢 是一个两房 一厅 一位玉 有自己的独立出入 挺方便大家庭的 或者您要是想把下面单独租出去呢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个房子啊 层高有两米七 非常气派 占地呢 是五百五十平米的 这个全副地 街道非常的安静 地理位置也非常的好 它呢 既安静 是一条非常安静的街道 然后呢 它又非常近 Glinfield 非常近Albany的商场啊 Glinfield房子卖多了 非常近Albany这个商场 也非常近高速口 学校呢 是Albany的小学 初中到高中 全都在校区之内 所以有孩子的家庭 这个也是非常合适您的 这个房子下周呢 就要在现场拍卖了 感兴趣的买家呢 这个周末 一定要过来看看房 因为现在确实在 别说在 就是北岸其他地方啊 就算是在Albany Panhill 要想买到全新的房子 价位又合理的 其实也真是不多 所以说 如果您还没有看过这套房子 我建议您 如果您的价位在一百万左右 或者是以上的话 一定要过来 看一看这套房子 有非常大的希望 能够直接买到这套 买到这套房子啊 我们的开放日的时间呢 是本周六周日的 中午12点到12点半 如果您还没来看过的话 明天12点到12点半 可以直接过来看看这个房子 我们的拍卖呢 是下周六 就是24号下午的两点钟 在现场拍卖 这是我今天介绍的第一套房子 是在Albany的 编号呢 是503-105 503-105 地址是17号Living Stream Avenue 17号Living Stream Avenue 您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这个房子的地址 和它的编号 下面要介绍的另外一套房子呢 是在Glinfield这个区 这个房子的编号呢 是503-715 503-715 这个房子是在Diana Drive上面 40号Diana Drive 大家可能都知道 Diana Drive挺popular的 因为呢 它既离Glinfield的商场 离Glinfield墨非常的近 又容易上高速 而且呢 这个房子还在我们著名的西湖校区 男女校都在 这个在校区内 这套房子啊 是一套 您大部分首次购房者 或者是资金不是那么雄厚 资金不是那么多的 投资者都能买得起的一套房子 它是一套专瓦结构的 两房一厅一未遇的这么一套房子 它呢 是cross list的 是两个房子连在一起吧 两个差不多的房子啊 连在一起 但是呢 它不是unit title 它是cross list title 所以说 它没有任何的管理费 没有body cup fee 这点呢 是非常的好的 楼上呢 是房间 两房一厅 一套未遇 楼下呢 是车库 所以呢 让这个房子非常的干燥 温暖 正北的朝向 阳光特别的好 而且呢 是屋主 现在正在自住的一套房子 所以呢 它一年前 刚刚的把这个房子都装修过 全新的地板 然后呢 全新的粉刷 厨房未遇呢 装屋矿也特别的好 所以说 适合我们这个 首次购房 又想买在校区的这个买家 而且呢 也适合用来做投资房的这些买家 西湖男女校区 步行呢 到Glingfield Mall 然后呢 到超市 还有公交站 都非常的方便 那开放的时间呢 是本周第一次开放 是周六周日下午的 一点到一点半 周六周日下午的一点到一点半 在1-40号 Diana Drive Diana Drive上面 在Glingfield这么一套房子 如果您说 哎呀 我这个 又不是说非要校区 我也想买一个 两房一厅的这种 这种 没有body copy 这种 这种像Unity一样 但是cross list 抬头的 砖的 好打理的 另外一套房子呢 我手上还有另外一套 也是非常适合的 这套房子呢 是位于Borkdale这个区 是一套 非常宽敞的 两房一厅 有正北的朝向 如果您不需要校网 想买一个便宜一些的 这个房子 门口对面 就是这个Borkdale的小学 也是非常的方便 30万左右的买家 我觉得都是 特别好的选择 它的编号呢 是502802 502802 那如果您对 这样的房子 像两房一厅的感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联系我 那下面介绍的 观众朋友如果说 我想找校区房 然后两房又太小了 那下面我介绍 几套校区房 第一套呢 是本周最新上市的一套 位于Forest Hill的 这么一套房子 它是全砖的结构 四房 两套卫浴 抛光的石墓地板 然后呢 有大壁炉 70年代的房子 非常坚固可靠 然后呢 有煤气烧煮 阳光的客厅 有大露台 特别的暖和 特别的舒适啊 这套房子 楼上呢 是三房一厅 一套卫浴 楼下呢 是一房一厅 一卫浴 可以独立出入的 这个房子几个亮点 一个就像我说的 它是砖瓦房 第二个呢 它是说 这个房子呢 楼下有独立出入 而且带卫浴的 出租呀 大家庭住都很方便 另外一个亮点是 Forest Hill这个区 非常的好 它在西湖 男校 女校的校网之内 适合有孩子的家庭 或者是投资 升职潜力 绝对的有保障 我就这么觉得哈 这个房子的开放日呢 是本周六周日中午的 12点到12点半 本周第一次开放 如果您想买校区房 四房两位的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房子 周六周日中午的 12点到12点半 地址呢 是EA 叫Valin Terrace 然后您可以在屏幕上 看到这个房子的地址 编号是503726 503726 那另外呢 我有上周介绍的 两套校区房 一个在Morongi Bay 是一套三房 两位的这么一个房子 如果您是想找Morongi Bay 也是在校区的房子 全专结构的 Morongi Bay这套 425号East Coast Road的路上 这套房子也是不错的选择 Morongi Total校区 然后呢 它的编号是502976 另外一套呢 这是Morongi Bay 另外一套在Morongi Total校区的 另外还有一套呢 是在Sani Nook这个区之内的 是在9号Hazer Place 这是一套三房 一位楼下呢 带一个游戏室和车库 在西湖小区 这么一套房子 全副地 675平米的全副地 这个房子 Sani Nook这套房子 是下周四拍卖 所以说 如果您看过 感兴趣 或者是还没来得及看房的朋友 都欢迎您周末的Open Home 再来看一次 是开放日呢 是周六周日的下午 一点到一点半 这是三套校区房 Forest Hill Morongi Bay和Sani Nook 这三套房子 另外呢 如果您说校区我没关系 但我想要全副地 那么Glinfield有两套房子 一套呢 是在55号Pitch Road上面 一套三房一位 675平米全副地的房子 还有另外一套呢 是71号Powery Street 在Glinfield 也是三房一位 803平的全副地 有分割潜力的这么一套房子 我觉得都会是您不错的选择 那如果您要 对我刚才说的这些房子感兴趣 或者是仅是对北岸的房子感兴趣 刚才说了一大堆 没听清楚的 您可以直接到我的个人网站 三个W.小李.co.nz上面 找到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房子 如果您还有问题啊 或者是需要更多的信息呢 也可以打我屏幕前面的电话 我随时24小时开机啊 随时欢迎您给我拨打 我的电话都可以找得到我 那行 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绍成跟凯利 好的好的 那我借着这个激活 我也赶快说两套 我最新上市的这个房源 今天时间确实比较紧 那么 这样的房源大家 现在这个市场都很火热 这两套全新上市的房源呢 都不是拍卖的房源 所以大家 挺难得的 对 我一会儿来告诉大家为什么 那么第一套房源呢 适合很多 就是自住的人或者是投资的人 那么这套房子编号呢 是504261 它是位于Papa Toy 那刚才我们在节目中我们也说到了 就是Papa Toy 它这个就是属于好区的边缘 那么实际上它的交通非常方便 现在这个现在的房价也非常火 那么这是一套溢价的房子 那么业主呢是一个投资客 那么他现在正好上一个租客来搬走 所以他给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月时间来销售 所以他不想做走拍卖 我相信这套房子一定等不了一个月 也许一个礼拜 也许你看到节目的今天 说不定就有人正在出offer 那么这套房子呢 如果它的这个溢价呢 是在50万出到中 这样的预算来溢价 那么它是一个全幅地的 一套四房两套为宇的一个纯砖码房 所以你听到这个价钱 全幅地四房两套为宇 才50万出到中 而且这不是拍卖 不是说你 我说50万出到中 就是50出到中 所以不是拍卖 那么而且呢 这四房两套为宇呢 其中呢 还有其中的有一个套房 它还可以呢 就是说独立的出入 然后它还带一个 这个它是水房里边 放了这个kitchen net 所以它原来的房主呢 等于就是把这个套房 就往外出租 250块钱 就是它有独立的出入 等于带厨房在厕所 它就往外出租 所以就非常的容易 这个非常容易 这个持有这套房子 那么它是位于一套 境界里边 那么它的周围邻居 也非常好 前面是一个中国人 后面是一个印度人 那么它在这个 是430平米的全幅地 这个租呢 这个现在呢 它也在往外在招租 那么一周的租金呢 大概是在550块钱 所以如果50出到中的房子 全幅地 四房两套为宇 能够租560块钱 那么实际上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投资 那么它的地址呢 是16B C-A-M-B-O-U-R-N-E 那么周六和周日的 一点到一点半 那么我会在那 做Open Home 这个房子 我相信一定不会久留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迅速 那么第二套房子呢 是一个很有特点的 一个房子 那么这是一个农场 是位于外乌库 离大概 离我们奥克兰 大概有半个小时车程 40多公里 离我们东区40多公里 这样一个农场 那么其实每次 我到这个农场 我就想起那个 海子的一句诗 就是从今天起 过幸福的生活 骑马皮柴周游世界 那么这个 你听我再讲一讲 首先这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农场 五万多平米的地 五个多黑克的地 就像一个美丽的 一个十万桃源 桃源一样 这个农场中间 还有一些森林 还有一些树木 很漂亮 那么另外一个呢 很有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农场本身呢 它的政府估价是82万 它是一个五堂 五房两套位浴的 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房子 两层楼的房子 屋换也都很好 那么这个农场呢 本身还带一个生意 那么它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 它是一个生产鸡蛋的 这样一个农场 那么它呢 养了这个2400只 这个下蛋的这个母鸡 那么这个鸡蛋的 这个销售额呢 年销售额 去年一年 这个业主是在想退休 他不太想 不太想做的这种情况下 就是连坐带玩 这种情况下 这个销售额呢 是16万的销售额 光是鸡蛋 那么那么算起来 所有的把这个 比如说买这个鸡的费用 包括饲料 包括所有的这个费用 包括折旧 包括这个水电费 全下来以后 这个净利润呢 大概还有五六万块钱 净利润五六万块钱 所以 对对对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意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这个农场呢 它养鸡只用了很小的一部分 它有很多的地 如果你想养牛 养羊 养马 实际上都有很大的地 它五个多的 五万多平米的一个农场 所以呢 有很多的潜力 这个房子呢 目前的开价是八十七万九 这是一个开价 那么如果你是用 你可以走Going Concern 那里是没有GST的 这个 五十七万九还可以溢价 那么大概五十 对不起啊 八十七万九还可以溢价 八十七万九 我说着急了 那么 有可能八十钟左右 就能拿下来 所以呢 连房带地 带生意 五万多的地 何必去中区买Unit 待会儿你的Unit 你就别说了 八十多万 没机会了 对 所以 这个房子的编号是 503-791 503-791 它是181号 Wary Road 在这个瓦吴库 那么 我们其实有 我有几个朋友 住在瓦吴库那边农场 她每天 她的孩子 在麦克林斯上学 高中上学 每天开车半个小时过来 其实也很方便 OK 我把剩下的时间 交给凯利 凯利等不及了 有好多拍要说 还给我剩下多少时间 对 好 这样 那我赶紧说 下次我要先说 我觉得 每次给我留的时间 都不够 今天赶紧跟大家 介绍一套 刚刚上市的新盘 为我们中区 毛洛斯扣的一个房子 半幅地的房 非常漂亮的老邦哥了 65年了 材质非常好 大家可以通过屏幕 看她照片 非常非常漂亮 一个房子 全新装修的 那CV是34万 她这个房子 房源编号呢 是503683 503683 位于我们263号 Richardson Road 毛洛斯扣 这么一个盘 现在屋主是空屋 极卖 非常有诚意出售 如果您是 在第一次找房 想在中区 然后预算不高的 这个盘建议 您来看一下 刚刚上市 很多人来询问的 这个房 Open Home的时间呢 是周六周日的 一点到一点45 我会在这里等大家 说完第一套 跟大家讲 第二套 不需要拍卖的 直接开架的一个盘 那也是位于我们中区 我之前讲的 个人比较看好的一个区 艾文道 那从沃特沃过来 就是艾文道这个区 这房子呢 是四年的一个新房 底下是砖 上面是wise board 然后带一个双车裤 那现在开架呢 是69万8 四房 两套半位 带一个非常大的 主人套房 如果 而且它是全副地 虽然400多平 但它是全副地 独立地气的 如果您是想在中区 买一个全副地 又喜欢新房的房子 这个盘 您来看一下 记下它的房源编号 500580 500580 这个房子 没有Open Home 不受开放的 如果您是想看 打电话给我 直接预约 我会带您去看 房主呢 是准备要去oversee 所以它一定要卖的 现在非常有诚意 价钱是可以在意的 如果您的预算 可以上到60万钟 或者多一点点 那欢迎您来看这套房 一个四年新的 四房 两套半位与双车裤的 一个房子 全副地的 位于中区 开价69万8 500580 用您的纸和笔记 这个房源编号 进到我们巴夫的网站 可以查清它 所有的信息 这是今天开了 跟大家推荐的第二套 那么第三套和第四套 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这房子 这两套房都是属于 您可以既用来自住 又可以用来做家庭生意 这样的一个房子 那首先给大家推荐 这套呢 是位于我们Ramira的 那这套房呢 下周就拍卖了 所以这周是最后一个开放日 所以如果您还没来看过 这套房子 可能要抓紧了 房源编号 先给您报一下 502-134 502-134 位于623号 Ramira Road的这么一个房 它这个在新的分割计划里面 它是可以建公寓 和那个apartment 和那个terrace house 这样一个区 本身它房子也很大 537的全幅地 房子呢 有242平米 那它楼上呢 是三房 带一套微浴 楼下是一房 再加一个学习房 带一个厅 再套一套微浴 楼上楼下完全独立出入 而且店表也是独立分开的 新乡号也是完全独立的 如果您是在找自住 加出租 或者是有这种商业潜力 您是做生意的 这个房可能特别适合您 除了这软面二这套呢 下面这套也是 跟这个很类似的 它是位于 网一顿的这套房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 也是一个全幅地的 在Dominion Road上 如果您是做这种 华人生意的 可能这个房更适合您吧 这个房子呢 是500多的全幅地 三房全装修的 非常气派的一个围栏 最重要路口 它院子里很多停车位 如果您是在找这种 有商业潜力的房子 建议您来看一下这套房 房源编号赶紧给您报一下 503681 503681 开放时间呢 是11点到11点45 地址是508号 Dominion Road 网一顿这个段的 最后这两套房子 是位于我们西区的 都是最后一次开放了 那下周三就全部拍卖了 如果您还没来得及看 可能要抓紧了 首先第一套是 Tiatatu的房子 赶紧给您报一下 房源编号 502982 它是半幅地的房 但是它最大的卖点是 楼上楼下两层 完全独立出入 楼上自住 楼下可以出租 而且是完全合法的 楼上三房 一位浴 楼下一房 一大厅 一位浴 而且都是尽心装修的 拎包就可以入住 不需要再做任何工作 房源编号呢 是502982 502982 位于Tiatatu Source的 最后一周开放 下周就拍卖了 赶紧来 最后的时间来看一下 不然你们有机会了 那最后一套呢 是位于我们 也是我们西区的 梅西这边 Macy这边的一个房子 这房子呢 我觉得它全副地 在Macy那边 最好的一条街 一条五尾街 而且是有海景的 非常非常漂亮的海景 二楼望出具 是一望无际的海 如果您就是 非常喜欢有景的房 但是预算真的又不够 那看看这套房 可能您会特别喜欢 上高速也很近 赶紧给您说一下 房源编号 502-921-502-921 您可以通过图片看到 非常一望无际的海景 非常漂亮 而且最重要 它是全副地 600多平 非常平整的一个大地 1970年代的水泥砖 和水泥 这种一个 非常结实的 这么一个材料 我们房主在这里 自住了18年 非常有感情的一套房 那现在孩子大了 所以想换一个 小点的房 楼上是三房 一卫浴 楼下是一房 一大厅 还有一个学习房 带个车库 后面是一个 非常平整的院子 如果您是在找全副地 又想有海景 预算又不高 那一定来看这个房 502-921-502-921 本周最后一周开放 开放的时间是 11点半到12点 这样18年才等来的机会 凯利建议您 千万不要错过 那我今天的盘 就说这么多 屏幕前面有我的电话 如果您是在找 中西区的房子 无论是买还是卖 欢迎您和我联系 凯利的手机 24小时开机 那直播电话 也在我屏幕前面有 215-9897 用您家里的座机 可以免费转到我手机上 那今天说的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对对对 那么我们今天时间 也是差不多了 我们真想跟大家 多聊一会儿 但是时间 每次都是很快 那么大家呢 如果在买房 卖房方面 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在复合奥克兰的各个区 东西南北 对对对 找我们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可以介绍给其他的 介绍给其他的人 我们是一个团队 可以算是 别忘了记下 我们这个电话 对对对 所以关于房产任何问题 听一些专业的意见 来找我们 谢谢大家 今天时间到此为止 大家周末一块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一块 希望下周还能 还能在电视机前 收看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